qui 這個家是我們今次的住的餐廳 这次选住民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一个星期 伦敦的酒店一点都不便宜 住七晚真的很金钱 所以选了住这个 看我们住这个住得多开心 这区叫做Woolish 在伦敦的东南边 可以说是新旧汇集 有些很有历史的建筑物 你坐在那里什么呢? 有很多巴士线 交通配套很完善 有火车站和轻铁连接伦敦市中心 有新开的伊丽莎白线很方便 有东伦敦最大的Taxco 不过今天想说这间麦当劳 原来是全英国第一间开的麦当劳 就在Woolish 今天还在 Woolish在Zone 4 但很多人说它好像在Zone 1那样方便 由于梁敦比较少有地铁站上盖的物业 所以吸引了很多香港人来住 包括我们 有些楼档还没卖 有个牌写着看楼 今天的发梦游就带大家看楼 首先看我们楼下有个花圆仔 很方便 因为每次等Uber坐在这等车 然后看大厦的外形 最吸引就是有很多露台 不过这边拍不到 因为我们露台是看到河景的 要在河那边拍回来才看到露台 地产商就叫它做豪宅 因为其实月租都要成2000多磅一个月 说的是小单位 或者这类楼景的单位 因为你看到它的露台 是看着对面楼的露台 我们那里就是15楼 所以景色是非常开扬的 短租一星期1300磅 年清洁费年税 不如大家帮忙猜一下 我们今次住的This One 买和租要多少钱 首先我们拍下我们的家屋 我们进来很多窗很漂亮 有个楼 喂!楼盆里? 这里还有楼盆里咯 不然是你咯 不然是你咯 你可以用这个楼盆里 用这个骑楼 它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而且这一区就叫Wallage 因为发展了没多久 层楼新也很重要的 我想不是很多人住过 今天我们已经整理完了 看看房间 这间房间 主人房 有个 overed shower 有个 普通用料 但是OK 不丑样的 有个 哥哥就不知失踪了 应该躲在柜里面 他自己找人热 他不会掉到街上 不要躲在街上 喂!别躲在街上 有人在找你 喂!多少岁 在这里啊! 真的太无聊了 喂!你真的 你多少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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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 没有冷气啊 不是冷气 对啊! 只要把那些热锋抽出去 那个景真的好美啊 啊! 你不要睡 哈哈 那个路台一直这样 不得了 因为路台晚上还有灯 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呢 如果晚上开了地灯 就会很美啊 你为什么说有河景啊? 河景在哪儿啊? 我看不到一条河的 我看不到一条河的 看不到一条河 你见不见到一条河啊? 哇!来到河景啊! 河景在这里啊! 河景在这里啊! 我忘了电话 对啊!我不会掉到电话 不重的 对啊!真的看到河景啊! 我看不到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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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不要了! 我看不到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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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里有十多楼啊? 多少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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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舒服的 如果现在我们最晒的时候 如果不晒的话 其实都可以的 不是很热的 我们要下了一些楼子 你下了一些楼子 你下了一些楼子就没那么热 小朋友千万不要搞这一条河 你搞这一条河 玻璃就烂了 然后我们就真的 不知道要赔多少钱了 今天呢 我们不是猜赔多少钱 是猜这层层多少钱的 这是一个两房两次的单位 大门圆关位 第一间睡房 然后有个厕所和棋缸 厅加上开放式厨房 主人套房有厕所浴缸 露台主人房和厅都可以通到出去 目测大概有850尺 今集主要给你猜一下 下一集我们就看清楚 伦敦的装修和手工 有兴趣记住按个订阅锡 按个like 开明年线